那现在可能我戴毛线帽 当然他会有点奇怪 有点像那种 墨西哥人 再来一场糊涂 Let's get everybody 我是Crem D 来自Cianoise on the ground No.4 Music 欢迎来到 Go Flex 腰肠王冠 Crem D 我要给大家讲一下我这个R反 这个R反其实还是挺有故事的 因为在今年我上了一个说唱综艺节目 叫说唱听我的 然后里面 我的导师是我两个特别好的好朋友 就是派特跟艾热 然后我们的战队名字叫 Air Pact 然后我们战队五个人 就是派特跟艾热味的表达这个 对五个队员的这种喜爱之情 我们每个人都定制我们专属的R反 挺喜欢的 比较有意义嘛 就一般 像我周围的朋友王与泰啊什么的 他们可能戴R反都会把它调到5 4或者5 但我就拧到头 因为实在挺不清 但是现在就是好多 毕竟国内的一些演出的场合 条件有限 必须得戴R反 不然你从地方里面根本听不到自己的人声的反送 这样你就会演得特别的费劲 吃力 所以我这个习惯就会导致我现在一边的耳朵听力下降 严重下降 蓝牙耳机 因为我觉得已经过了那种大家出去为了酷为了好看 带特别大的那种耳机的时代 MND 你们对它的印象就是这个牌子可能没有什么印象 它就是一个纽约做那种复古耳机的一个牌子 但是它前段时间有发一个单品 你们一定有听说过就是它跟LV有一个合作的耳机 真的特别好看 但它的好看之余其实它的功能性也是挺强的 现在好多耳机它都会有自主降噪 但你开启那个模式几乎就是你周围什么事都听不着了 你要带那个耳机在马路上走很有可能就会出车祸 之前有使用过别的品牌的蓝耳机吗 有有使用过索尼的用过 然后还用过就是苹果的 但是苹果的怎么说呢 我不太喜欢那样子 感觉像个小蝌蚪 最近一件烂大街恶俗的牌子 巴黎世家 这不是我自己买的 这是跟我关系非常要好的一位人送给我 5块 6块 7块 8块 9块 10块钱的零件 还有我的身份证 银行卡 对 还有这一张我必须要讲 我去哪都会带在身上 我的护身符 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 所以随时随地我都会把这个护身符带在身上 这个护身符其实是有故事的 它的故事是什么呢 就是我去年在录制新说唱的时候 我每一期都会带着这个护身符 然后我每一期带着它的时候 就是那个成绩都还不错 直到我淘汰的那一期 我在洗手间换衣服的时候 把它掉进了马桶里 然后我自己亲手把它捞到上了 然后拿水冲了中 当然那天还是把它带在身上 当然那天就被淘汰了 人嘛都是那种 你可能 如果你真的是相信它的话 它就随时随地与你同在 紫耀998 金色风扇带回家 这个颜值非常高的一个风扇 就好多人好奇我 为什么出门 就不管是春夏秋冬 都要包里带一风扇 因为我经常演出 而且我是一个特别容易出汗的人 而且我是一个特别讨厌出汗的人 就只要一出汗了 我就会特别不自在 就会让我失去思考的能力 和语言组织的能力 所以我带一个风扇 就是能让我随时降温 凉快下来 能让我随时冷静下来 你在非常尴尬降温的时刻 还能保持你的帅气 这个玩意儿就是 我们叫它热控 其实就是酵素 它会吸收你每次吃完东西之后 它只让你的身体吸收该吸收的东西 然后像什么脂肪那些 就会被它抵挡在外里 或者说是加快一个代谢 不会把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吸收 这些东西对我来说 也非常的重要 它只要一见底了 我就必须得去补酷 我每顿饭之前都会吃它 你受不了完全是靠它 没有靠运动 为了保持体型就是靠它 对 就不想让自己再胖回去 因为减肥真的太痛苦了 然后就是这个 这款托特包 我其实就是这个托特包的牌子 我其实早年间中毒非常深 就包括几乎生活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Supreme 所以我那些年挣了点钱 但是全给Supreme 虽然这个牌子现在并没有当年那么酷 当年我觉得这牌子特别酷 就是因为它穿的人少 知道的人也少 而且当时它那个气质跟现在也不一样 它当时那个气质就是一个滑板牌子 那现在感觉就是一个你要成为潮人 你就必须得先知道它的一个牌子 我就觉得没意思 早年的设计就是直给 没有那么复杂 就是你说什么多好看的字体啊什么 就是一个睡起牛仔的包 然后上面硬满了fuck 我觉得就是这种 就是一般人看起来没有设计的设计 就真的是当年它最牛逼的设计 买Supreme 发开花了多少钱 我没有仔细地算过 但我觉得至少有一辆小汽车了吧 刚接触hiphop的时候 就看那些国外的那些rap star 人手一块劳力士 小时候 因为我特别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手表 然后长大就梦想 就是哪一天我能买一块劳力士 就是我不喜欢就是带跟大家一样 就比如说好多人就说 买一个黑水鬼啊 或者买一个DD啊 日志系列 我觉得那样就特别没意思 那样就是你真的就是为了炫富而已 你就为了让别人一眼看出来那是劳力士 但这一款就是在我看来就是丑帅丑帅 它看起来特别脏 有点脏 它是一尖精的玫瑰精 然后它的系列是格林尼致 这个表就是让人第一眼看起来就觉得哇 挺酷的 有点像老力士 但它也不确定是不是老力士 所以它就回来问我 所以我就比较享受别人问我这款表的时候 我给它科普的那个过程 这就是我要分享给大家 我平时会带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因为你生活中可能只有实用的东西才会乱七八糟 也希望大家能关注我的个人专辑 首张个人新专辑 Street Case 会在20年的11月发布 我是CreamD 来自西安Noah Soundground 欢迎来到Golf Flex 邀请老关